表达意见,尤其是表达不同点,尤其是表达他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虚伪或者是不真实的一面,而很多时候当政者并没有很适当的吸收这样的一个声音,而忽略这样的一个声音,继续用一种老旧的模式来操作, 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纪律,很大的冲突,针对这个历史与爱国的关系,针对在国庆日当中反思历史这个议题,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,但是我们先上一罐管道,也欢迎大家趁这个时间播导的两条电话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。 在国庆日反思国家的过去,现在以及未来,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探讨这个课题,在这个最后环节的一个探讨当中,我们可能可以总结过去的五十一年当中,我们在政治,经济,文化以及教育这四方面到底做得如何,作为一个总结。 但是在此之前,我们先来接通一通电话,是来自沙巴的曾先生,郭先生,曾先生,曾先生,你怎么说曾先生? 哈喽? 请说,哈喽? 曾先生,你已经在线上了,请说,哈喽? 曾先生,听到吗? 听到,你怎么说? 其实我们讲这个独立,有时我感觉到这个独立,就是一个independent,对吗? 对 independent就是一个democratic的国家,如果你讲了一个独立,好像我们一个家庭,我们独立了,我们independent了,我们自由了,但是到现在我们过了五十年,五十一年,还不自由,你知道吗? 你看一点点事情都好,你看那个UITM的事情,但是在Karlik Slango的那个,讲一点话,他们懂一种话,他们就拿来示威,你看我们华人可以这样子做吗? 独立就是everybody,你知道吗? every race,就是讲,不论你是马来人,印度人,华人,在这个马来西亚住的,你们是安那马来西亚住的,就是我们已经独立了了,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那个独立的那个行为了。 嗯哼,嗯哼,这个是你的意见,好,三位对这个观众的这个意见,有什么想要补充的,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进入刚才我所提的,做一个总结,我相信每一年我们都应该思考过去,我们到底做的如何,我们今年又有什么突破性的一些改变的政经文教方面,可能郭先生你先开始,你的对于这五十五一年来的这个德语师到底有什么看法? 嗯哼,我想,呃,我从先谈经济吧,对,我想我们的经济自从独立以来,呃,五十七年以来,一九五十七年以后,一直到今天,嗯哼,除了一九九十八年,嗯哼,我们的经济成长是进入复数的成长,嗯哼,因为九十七年的经济风暴,嗯哼,是九十八年进入复成长, 那其他的这五十年都是正面的成长,这是第一点,呃,第二呢,就是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,啦,近几年来外汇储备,大幅度的增长,嗯哼,贸易营仪呢也是增长,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呢,可以说是做得不错,做得不错,未来也相当乐观的,呃, 呃,未来我不敢讲,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不错的,好,呃,虽然我们呃,呃,做得不错,但是我们如果说,这个是说,比如说我们跟您过来比,比如说我们跟泰国,跟菲律宾,跟印尼,我们都来得好,可是我们也不能自满,因为我们如果说跟新加坡,或者台湾,或者韩国比较,就是当年我们独立的时候,我们经济并不比这些国家差,但是今天我们不比这些国家差, 我们比他们差的很远,嗯哼,特别是跟我们的邻国差的很远,所以在过国庆日,作为一个爱国的体系,我们应该要立志,对,大家一起努力要把这个经济搞起来,对不对,对,那么在国民团结方面呢,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,嗯哼,这也是我们做得最不好的一个地方,这个我觉得国民的关系啊,这种族的关系呢,是日益恶化,嗯哼,回想到以前我们在肚立期间,这个六十年代,呃,这个我们肚立以前啊, 我们各民族关系非常好,不分彼此的,嗯哼,但是今天呢,这种团结啊,是非常表面的,嗯哼,很不够深度,不够厚度的,嗯哼,所以我觉得呢,在国民团结方面呢,要进很大的这个力量,那么在这方面要做到这个,呃,我们的目标呢,也不困难,因为主要呢,我们再想一想,分析一下,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种族关系会那么差呢,其实很简单, 就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搞出来,他们这些言论,所以刺伤我们的,并不是普罗大众的这个马来人来讲这些话,都是政客讲出来的话,来刺伤我们,所以我觉得说只要能够有控制啊,比如说最近的这个这个武统这个七位主席的,必须要受到处分,那么来避免以后这种事件的重演,嗯哼,刚才那位听众打 打电话来的,提到说关于这个,呃,马拉的大学,嗯哼,要增加十八仙的选额给非土著,嗯哼,那么,在政治来讲,政客,讲我反对,这我们可以理解,嗯哼,嗯哼,连校长,这种这么有教授,教有智慧的人呢,都发表同样的理论的时候,我们就感觉到很,嗯哼,在继续探讨之前,可能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个,短信民调的这个,嗯, 结果,您了解大马独立的意义吗?认为了解的是三十,认为不了解的是百分之六十八,针对这一点三位不知道有没有想要评论的,如果没有的话,如果有的话,可以评论,没有的话也可以针对刚才我们要探讨的,回顾过去五十年,对,我想六十三八仙的人不了解,这个是,是,是取有可言的,一直就讲到说我们国庆日应该如何庆祝的问题,我觉得说国庆日应该是要,我们要重温析一下, 温析一下我们当然怎么得到独立的,嗯哼,我们这个社会区域是怎样定义的,嗯哼,不要一直顾会以为说我们是赤等的公民,或者是寄居者,或者是寄居者,这样的一种观念,是不对的,这一次能够提醒这个普罗大众,我想简单,谈一下政治的状况,当然政治的状况,我想这五十年来,当然有有它一定的这个发展,三大民族能够至少在某个程度上和平相对, 嗯哼,这个是非常难得的,但是在这个相处的一个过程中,发现到过去这个单狱种族支配的色彩过于浓厚,嗯哼,嗯哼,而浓厚到少数人,这个有一点转不过来,始终陶聚在种族主义的这种潮旧之中,嗯哼,但第二个呢,就是从独立以来,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国家体制,尤其是司法行政,有逐渐败坏的状况,嗯哼,这个是我们担忧的,嗯哼,嗯哼,我问你的看法如何呢? 这五十年呢,可以分成两个阶段,其实从1957年,到1969年513事件之前呢,我们曾有过段美满的日子,自此之后呢,一直到今天,我觉得都要走下坡,嗯哼,我觉得这个走下坡呢,要不要改变它,不是说一些小开放的事情要改变,可能说我们真的要跟班人一样,就要留下坡,嗯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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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嗯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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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